hello 大家好,我是Hanada的破分十十三 自从有序延长线推出以来 我们就变成 Unipapa 的爱用者了 他们家的产品除了好用以外 最重要的就是都长得很好看 放在任何一个角落 都可以跟我们的装潢做很好的搭配 是少输在设计造型上面 就是很有质感的一款延长线 那最近 Unipapa 他们就是开始把触手 从传统的插座延长线 升到了这个 3C 充电方案上 推出了两个我们觉得很有意思的酷东西 一个是这一颗自带一条充电线 让你可以随时随地都有67W的充电头 然后另外一个则是一台可以固定放在桌上 让你随时都有240W电源的USB-C的充电站 这两个酷东西我们最近用下来是觉得都很不错 可以提升充电的灵活性 而且最重要的还是一样 就是他们的造型真的都很简单俐落 非常的好看 所以今天的影片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对这两个酷东西的使用心得 现在就开始吧 大家出门一定都有遇过一个很烦人的问题 就是你明明都记得带充电头了 但偏偏就是忘了带线 每次遇到这种状况真的都会觉得非常的尴尬 UNIPAPA他们这一次推出的这颗 有序收线快充头 就是为了要去解决这种问题 他直接把这个充电线跟充电头坐在一起 你只要把它插上插座 然后轻轻的一拉 就可以拉出一条60公分的USB-C的充电线 帮你的装置做充电 这条线它最高可以支援到60W 所以平常不管是要拿来充iPhone 还是要充iPad都是绰绰有余 就算要拿来充MacBook Air或者是MacBook Pro 也都OK 而且这条线的长度是可以自由去调整的 你要把它拉得很长 或者是要把它缩短一点都可以 反正就是拉到你想要的位置 然后稍微往回退一下 它就固定住了 在桌上充电的时候 就不会有一堆线 看起来就是很乱 用完之后 你也只要稍微轻轻拉一下 它就会弹回去 把它收起来 接着你只要再稍微把它给推一下 上面的磁体 就要把这个USB-C头给固定住 所以说你把它丢在包包里面 它就可以做到很好的收纳 不会一堆东西在包包里面滚来滚去 这样小小一颗 同时有线又有充电头 是真的会方便很多 完全不用担心说你自己会忘记带到线 反正现在iPhone跟iPad 他们用的都是USB-C 直接从这个充电头上面 把线给拉出来 就可以开始充电了 还不用在包包里面 就是另外准备一条会打结合线 你每次拿出来 不管是要充电还是要把它给收起来 都可以很优雅 而且不用花时间在那边理线 别人还在那边慢慢整线 你已经开始充电了 方便度确实就是比传统的充电器 还要再高很多 我们体验的这几个礼拜就有发现 这颗有序收线快充头 它除了收纳跟携带很方便以外 其实它这个60公分的长度 虽然说看起来不长 但平常 你要LINX帮你的手机快速充个电 都还是蛮够用的 我可以在中导喝咖啡休息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从旁边的插座 拉一条线出来充电 或者是有时候去咖啡厅 有些插座它都是直接坐在桌面上 我也不用拉一大条线出来 在桌上这样子乱糟糟的 这样短短一条线 你要充手机充电都很刚好 然后大部分的人的床头柜 也都会放延长线 或者是也都有做插座 所以说一样 就是不用到有特别长的线 短短一条在桌面上 看起来反而会更整齐 而且更有质感 如果说你离插座的位置比较远的话 你一样可以用其他的线来做充电 这颗快充头 它除了本身自带的USB-C线以外 它还有另外一个USB-C跟USB-A的充电孔 所以说你要同时帮多台装置充电也没有问题 如果说它单独是用内建的这条USB-C线来充的话 它最高可以支援到60W 拿来充任何的行动装置都很够用 就算是充MacBook Pro也没有问题 但如果说是单独要从旁边的USB-C孔来充电的话 它的瓦数会变得更高 最高可以支援到67W 所以说要是你的笔电用的是MacBook Air 它就可以解锁MacBook Air的快充 可以用30分钟帮MacBook Air充50%的电 就算你用的是MacBook Pro 67W的电力也很够用 一样可以稳稳的帮MacBook Pro用正常的速度来充电 但要是同时用内建的USB-C线 跟外接一条USB-C线来充的话 它则是可以让内建的充电线最高可以支援到45W 另外接的这条USB-C则是可以到20W 所以说你就可以同时帮你的MacBook Air 还有iPhone来一起充电 一样是很够用 而且这颗有序收线快充头 它有一个很重要 绝对要知道的重点 就是它这颗快充头 它有两个独立分开的回路 所以你在插把手机的时候 它就不会有重新交握的问题 也就是说 如果你的HomePod Mini 是靠这颗充电器来供电的话 这个时候就算你把手机接上去充电 它也不会因为重新交握 就让HomePod Mini断电 音乐一样是可以正常的播放 这一点真的非常的重要 如果说你的装置比较多 还想要再加个USB-A来充耳机 或者是手表的话 它也是可以同时充三个装置 只不过瓦数分配的地方 你要稍微再留意一下 它一样是可以帮内建的充电线 最高可以到45W 但USB-C跟USB-A 它们加起来最高就是15W 会比较适合充一些低耗电的小配件 总之大家在帮多台装置充电的时候 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充电头它配电的方式 这样子才可以知道怎么充会更有效率 基本上这样子小小一颗 对大部分的人来说就很够用了 它的重量也不重 同样是67W的充电头 Unipapa的就比苹果原厂的轻了将近60克 而且还自带一条线 然后还是有一个额外的USB-C跟USB-A 如果你整天都是在外面跑来跑去的话 其实平常放一颗在包包里面就真的很实用 除了这种可以适合随身携带的 有序收线快充头以外 Unipapa它们最近还推出了另外一个 就是让我们很喜欢的酷东西 就是这一颗可以固定放在桌上的 240W的有序超充座 它是一款可以放在桌上的3C夜的充电站 对我们这种就是重度的3C使用者来说 就非常的实用了 它的USB-C最高单孔可以输出140W 如果两个USB-C同时差的话 则是一个可以到140W 一个到100W 也就是说你要让两台MacBook Pro 同时都支援快充都没有问题 是真的还蛮猛的 而且就算你把所有的USB孔都给插满了 它的USB-C最少也可以达到45W 所以你就算是要让同时三台笔电一起充电 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剩下这个USB-A 它则是可以有30W的电力输出 可以让你帮一些像是Android的手机 或是平板来充电 桌上有一颗这样子的240W的充电站 对我们这种随便都有超过三台装置的3C宅来说 真的就很实用 加上它上面还有一个小萤幕 会轮流去播放每一个接孔 它们目前的充电的瓦数 那我们只要瞄一眼 就可以知道说现在到底有没有在快充 对同样是规格控的我们来说 一样也是一个非常贴心的小功能 但我们觉得它最棒的地方 是它这四个接孔 竟然全部都有做成独立的回路 这样不管是哪一个插孔在做插把的时候 就完全不会因为重新交握 去干扰到另外三个正在充电的装置 所以就算是要拿来帮像是HomePod mini 或者是萤幕刮灯这种需要持续用电的装置来供电 都不会影响到你的音乐的播放 或者是刮灯的运作 这样子一颗有多孔 然后又是高瓦数 然后同时还有独立回路的充电器 就很适合放在办公桌上 或者是床头 这种需要大量装置 同时去充电的地方 要是你的桌面的空间不大的话 它有附一个这样子的有序立架 可以让这个有序超充座 像这样子把它给站起来 那你就可以让桌面 就是可以更省空间 它立起来的时候 也不会就是整天东倒西歪的 那也不管是要站在电脑旁边 还是要让它站在柜子里面 用起来都是一样可以很顺手 或者是说在会议桌上面固定放的一颗 平常开会的时候 至少可以同时帮三台笔电来充电 而且瓦数也都非常的够用 那大家就不用为了要充电 去整天在那边抢插座 整体的实用性是真的还蛮高的 基本上这边就是我们这一次 对UNIPAPA他们推出了这两个酷东西的使用心得 两个产品都各自有非常明显的特色 有序收线快充头可以不用带线 就可以拉出一条充电线来帮你的手机补电 而且收纳很方便 轻轻一拉它就会弹回去 还有这个磁铁的设计可以把头给收起来 那你放在包包里面就完全不会乱成一团 那这个有序超充座它则是同时有着240W的高瓦数 然后还有三个USB-C配一个USB-A 让我们这种3C米随时都可以有最高的瓦数 可以帮身边的装置充电 整套这样子搭配起来 不管是出门在外还是在家里面或者是在办公室 都可以用这两个充电器来满足我们生活上面充电的需求 是真的还蛮不错的 如果说跟我们一样有超多的装置需要充电的话 那现在用我们的苹果迷专属优惠码 还可以用更实惠的价钱来入手 不想错过的话就一样从下面的连结赶快去预告吧 喜欢影片的话也不用了就是帮我们按个赞 然后顺便帮我们把频道会员给加起来 支持我们做更多精彩的影片 那这也是AppleFans 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啦 我们的字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